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7月4日星期一 今天照片有我周天慧 和大家讲讲时事热话 今天想讲英国政客的丑恶、偽善 和新特首李家超的治港新风格 我们入正题之前 我觉得忍不住也要讲讲张学友这个事件 歌臣张学友拍片《祝贺回归25周年》 但因为在影片里没有提到祖国两个字 又说了香港加油 就引来很多内地网民批评 张学友之后都忍不住 就发声明回应这件事 解释得很清楚 他提到香港经历了黑暴疫情 听过北京加油、武汉加油、上海加油 但香港加油就因为一些犯了错的人用过 黑色、黄色就给了一些别有用心犯过罪的人穿过 就变成了爱不爱国的标准 成为了一些禁语和禁识 他说法就说他个人就没办法理解 他更加呼吁他说我们中国人是理性的 是以理服人的 在世界人面前展现中国人的风范 学友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是否黄黑阵营 叫香港加油 其他中国人以后都不能说呢 其实黑暴都已经过去了 2019年 虽然大家都在香港 经历过那段时间的市民 都真的有很深刻的印象 也有很深刻的感受 但始终现在有国安法 也落实了爱国者治港 我自己都觉得 大家应该是时候要放松一些 也不要太执着一些自然的解释 我们应该真的要向前看 坦白 其实认识我的人都见得我 整天穿黑色 因为没办法 里面你的衣服 不是黑、白、灰 穿黑色是否代表我不爱国呢 不过我觉得自己的尺 我自己本人就接受不了黄色口罩 但我也认识有朋友 因为黄色口罩印了是Snoopy 或者Pikachu 他们的黄色本身是底色 一些很蓝的人都可能会戴那些口罩 他们觉得没问题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经过了这么久 大家是不是应该都要 放松一些 好了我们接着进回正题 刚刚在7月1号 第六届特区政府班子正式宣誓 以往每年的7月1号 都有很多市民 搞和平的游行 去表达社会的诉求 黄盈的民阵 也都会趁机搞一些政治游行 为回归赠庆 刚刚在过去 2022年的7月1号 是香港回归25周年的大日子 全靠香港国安法震慑到黄盈 社会前所未有这么安稳 市民终于都可以很安心地 享受回归的喜庆 我们也绝对要感激香港警察 因为上上下下的警队都看到他们很辛苦 为了回归做了很紧密的巡查 也都确保回归的庆典是顺利进行的 多谢香港警察 不过就算香港回复正常 总是有一些人 是不想香港过得好 就好像英国首相约翰逊 就不停卡香港水 卡上瘾 继续插嘴香港的事务 这位乱发的约翰逊 竟然批评北京 已经有一段时间 未能够履行中英联合声明的承诺 所以他就说他们向BNO的港人 提供了在英国居留的途径 还说英国是不会放弃香港 请问你凭什么呢 你真是傻人说傻话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就回应约翰逊的废话 他一句用了三毛就完全KO了他 他就这么说的 他说英国对回归后的香港 没有主权 没有治权 没有监督权 也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承诺 还吵爆英国一次次 抽中英联合声明水 只会再次暴露他们的阴谋 过时的殖民主义心态 说真的 如果你好像很多的黄尸 或者某一些外国人 只是看所谓主流的欧美传媒 你一定会觉得那样学信 是一个圣人 直接是香港救星 但当你拿着中英联合声明 和相关的附件 再对照英国美国 在香港这么多年做过什么 你就会再次学会虚似这个词语 给大家一些例子 例如美国在幕后 搞颜色革命 找香港黄色政客 做政治代理人 英国帮了多少 还当自己是香港的宗主国 到了黑暴爆发了 约翰逊又跳出来扮好人 给BNO给港人 用来移民去英国 但是就一点都没有提到 英国当年交还香港 是不肯给香港人 居英权的黑历史的 这些不是 神又是你 鬼又是你 见到约翰逊继续发工 很多黄人 当然很开心 觉得英国爸爸 完全没有抛弃到他们 只能够说一句 少年你真的太年轻了 我呼吁约翰逊 你记住 未来的日子 如果移民了去英国 穿了黑衣 黑衣 黑褲 拿了旗币 记住 他们包了面 出来搞事 出来游行的时候 你记住 你千万不要拘捕他们 千万不要找警察拗他们 记得了 讲个陈连故事给大家听 殖民地年代的1979年7月 英国政府 罕他人之概 就是签署了一份有关 越南难民问题的国际公约事 将香港列为第一收容港 那即是怎样 将照顾难民的问题 推给香港 令到香港的负担很重 还被引发很多的经济治安问题 那么多年来 香港足足花了11.6亿 但联合国难民专员公署 拖足三十多年 到现在还没还回给香港 怎会还 算吧 至于英国 拿完善待难民的好名之后 就怕拖友走了 什么都没理过 回归之后 什么都不关他事了 当年英国要香港收容越南难民 为什么今天英国不肯收容难民呢 要立法去踢他们去非洲炉黄达呢 但对于有钱的BNO港人 为什么英国又这么喉勤地咬死他们不放呢 有息知事就担心 香港有班人移民去到英国 有钱的英国政府当然欢迎你了 但里面有一班是先都不先客的 移去英国的港人 英国政府他朝又会不会认钱不认人 拒绝他们的申请入席呢 不用等很久的 他们移民了过去 你等六年你就会知道了 大家就放长双眼 看看未来 有些早就移民了 看看未来这五六年 又是不是真的会不会日后会立法 将这些穷香港人送回去炉黄达呢 说完英国了 不要不需要说这么多 我们说回我们热切期待的 第六届特区新政府 在李家超特首带领之下 我们看到7月1日开始打风 其实在第2日7月2日 李家超就打着风去接受传媒访问 努力做好解说 我想应该都吸取了上一届的特区政府的 不是那么好的东西了 希望跟市民和媒体要多沟通多解说 新上任的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 就去到梁显丽由麻地社区中心的 临时庇护中心到视察 他看看相关应对台风措施做得不够好 李家超团队在7月3日星期日 到假都没放了 就开了第一次的内部会议 完全显示到team spirit和team worker 希望真是能够以结果为目标 香港都有说了 做人没有公关就死得了 现代政治讲多就无谓 其实最紧要就是搞好公关 公关做得好就不会明明做了一件好事 都会被人骂的 在网络世界特别是政治人物 你要做好事一定要告诉别人 这些都是公关的 李家超一上任 不止努力做实事 还努力做好公关的工作 绝对是走对方向 其实社交平台这几届特首都有的 不过真的要做得好 真的有时不是说你个人 自己走出来每天开记招 就可能可以解说得到 有时都是一种观感和一种感觉 你给市民见得到 你不是要邀功的 你是真是很努力地为市民服务 市民真是会感受到的 香港经历近年最安稳最喜庆的七一 就是新政府最大的筹码 香港再没有搞事有 政府可以安心做事交出成绩 李家超就以结果为目标 香港市民同样以结果为目标 希望大家将会在未来的五年 一起看到有好的结果 好了 今天的今天的焦点来到这里 明天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 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 记得留言、赞好、分享出去 支持和订阅周天卫 Fanessa Chow的YouTube频道 按下这个小钟 那就不会错过我们任何一条新片了